这面为什么这么硬 回正还好 那是你消化能力比较好 你去吧 我玩会游戏 最近王者新出了一个英雄 我要帮忙宣传一下 喂 乔婧婧你一直拒绝我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你今天不在剧组 赶紧打五牌四缺一 不行 你太坑了 跟你牌位就是掉心 是不是好回眠 我还差四颗心就上心药了 赶紧拿 我拉你 你朋友找你打游戏啊 是啊 我最近有空 就玩了一下微信号 陈雪 就是我闺蜜 也是个演员 她老拉我 坑了不少次了 是不是上次你不让我去看 她前男友电影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她 她说她还有四颗心上心药了 非得拉着我五牌 我根本就带不动她 你上线吧 一会儿我管你打 很久没玩了 是要新英雄 四颗心 一个小时差不多了 是你的肯定可以啊 还可以假装是我玩的 跟她炫耀一下 不过不可以让她 那么轻易得着 发个红包来 今晚包蜜上新药 快来 游戏开始了 嗯 我开了技能 来到王者荣耀 现学呀 这么厉害 五秒到达战场 常规操作 你一定是因为这个英雄你不熟悉 多来几家就好了 我再试试 我再试试 这陈雪实在太难带了 你要不换一个英雄带她吗 没事 我已经修会了 不要 不要 最并不齐 小金金 你看雨音 别用新英雄演我们 行不行啊 给你二百红包 你还有要三颗型 你一定是因为这个英雄不够强 配不上你的操作 要不我们试试别的英雄吧 我剩我陈雪两百块钱红包 我爸 怎么回事啊 中华同意 责战一胜 守地奉 他可算是上新药了 咱们快跑 他这两百块钱实在是太难挣了 这么晚了 我得回去了 明天下午零点还给我加了一个采访 我要回去早点睡 都快十二点了 从这儿开到你家要一个多小时 这样的话到你家都要一点多了 明天你还有采访和活动 秦京 不如今天住在我家吧 住你这儿 我是客户 之前为了节省时间 我不是也住在你那儿吗 全意至极 也对 全意 都怪这个陈雪 我以为你带她的话 肯定一个小时就能玩 我收下房间 等一下 怎么了 一会儿我帮你打 很久没玩了 试下新英雄 四颗星 一个小时差不多了 我是不是被骗了 你前面三局是故意输的 还故意拉长时间 每局你都得二十多分钟 而且后面赢的那三局 你也是在故意拉长时间 你带我闺蜜上新药 用了三个多小时 你带我王者几十星的好打 排位都没那么久 你 你是个演员啊 你说想多了 新英雄不熟练而已 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打了 真的 是吗 当然 那您用新英雄单排名义盘 十五个人头以上 我就跟回家了 这个条件 太苛刻了吧 毕竟我才打了三把 而且都输了 再十局而已啊 不打算 送我回家吧 我不怕了 我再试试 我超级的 你认为好 你赖面义盘 你赖面义盘 第四次 果然好了很多啊 送我走吧 说话不算说 谁说话不算说的 我说你赢了我就不回家 但我没说我要住你这儿啊 我要去酒店住 本来活动方就会给我开酒店 怎么样 于老师 是不是不是只有你会骗人啊 你操帅了 快点 送我走 我这一天都休息 明天陪你去活动协肠 你明天休息嘛 你不是周末老加班吗 所以前几天一直在看工作 都没休息好 现在开车到你家 要一个多小时 再回来的话要两点多了 明天一大早才敢去你那儿 你以前说我会骗人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看来以后我要做好心理准备 准备了 饿了吗 吃点东西吧 我才不要吃你做的面 是不是